我們會遭遇20分鐘的持續亂流 摔壞了 找一顆輪子 今天真的是一個非常漫長的旅行 然後我們現在的話又回到了北京機場 然後要一路就是要前往去轉機的關口 那北京機場真的是夭壽無敵大 我們走到這裡還蠻累的 然後要準備接兩點的飛機 然後到米蘭 然後之後早上5點35分到 就要繼續米蘭的觀光 所以真的超遙遠要坐9個小時的飛機 OK 先一路先往前走到登機口 待會見 剛才啊 簡直是一陣手蠻腳亂 我不曉得說 這一次的檢查會檢查的那麼細 我裡面有一些充電線 所有的線包全部拿出來 壓膏 拿出來 然後 灌洗包拿出來 還有什麼充電包也要拿出來 相機 鏡頭 所有跟電子相關的全部拿出來 然後剛才我有一個打燈的 我說那個是什麼 我一直之間還真的還不曉得 所以我要怎麼去解釋那個東西 就只要示範給海關看 然後 就大家每一個人就是被檢查的 亂七八糟這樣子 就一陣手蠻腳亂 因為大家都包包袋很多 剛好這樣子好多東西 然後 光是過個安檢啊 我們就過了快要20分鐘 所以如果下次真的大家如果有機會來到北京的話 不要把時間抓得太緊 你要留點時間 不然的話 你就會像我一樣 就是手蠻腳亂 而且呢還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它的登機閘口都非常的遠 所以呢要留點時間走路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一直在走路 前面呢 還有無盡的鏡頭在那邊 所以 所以真的沒有在跟大家開玩笑的 要 要在這裡的話要留很多的時間 然後 我又要去裝水喝水了 因為我的生意已經開始有點在掃聲了 長途旅行就這樣 然後 更更慘的是我的時差算錯 因為是差七個小時 所以我們等一下是飛機要飛十點五個小時 我快想到就是一個累啊 好 但是呢 我還蠻期待他明天的早餐會吃什麼 等一下宵夜我就不吃了 宵夜我想要直接睡覺了 那都刷牙刷好了 而且現在空夜陣容 現在已經晚上凌晨了 然後我們要坐凌晨兩點的飛機 這拉這種夜班機真的是搖手無敵的 而且還不能不睡 因為 早上五點三十五分到米蘭之後呢 我們就要做市區觀光了 所以 如果不睡覺的話也沒有辦法 OK 等一下呢 再跟大家聊吧 待會見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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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